原标题,我赌时包拉条,世界最强六把步枪,你只知道AK-47和95是。 军事力量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,一个国家只有军事力量强大,并且做到国泰民安,那么,这个国家才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。 相信许多国家都是想着这个方面努力的,并且根据自己国家的军事地形以及环境,发展着属于自己国家士兵的专属武器,武器才是提高军事力量的主导金属。 一,AK-47,世界上最出名的步枪,甚至有步枪之王的美冲,AK-47的大名,可以说是人禁之了。 连架,简单一操作,使用性高,是AK-47最大的特点。 使用7.62兆M子弹,威力巨大,像在能力气强,而且能量好的适应各种环境,唯一不足的是有效射程仅仅300米左右,但足以应对各种各样的战争了。 二,M16,世界最早的小口径步枪,自从M16面世以来,凭借其优良的性能和精准度,开启了小口径步枪的时代。 使用5.56兆M子弹,精准度高,有效射程远高达600米,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名气不逊于AK-47的步枪,而且有效射程更是碾压AK-47。 可惜的是在越南战亭中,面对潮湿的雨林环境,威力小相比于AK-47,一场合的缺点,使它终究没能超越AK-47步枪。 三,Gubi Z-95又称95式突击步枪,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全自动步枪,国产骄傲。 接,距离AK-47步枪威力大,使用性强的特点,又具有小口径步枪的高精度,高稳定性特点。 使用中国特制的5.8兆M子弹,有效射程400米,特质型号可达600米,而且威力远比5.56兆M的小口径步枪大得多,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优良的步枪之一。 四,FAMAS,法国研设的新型步枪,曾在海湾战争中被大规模使用,但表现平平,没有太大缺点,同样也没有过人之处。 使用5.56兆M子弹,有效射程几为300米。 五,AOG,奥地利斯泰尔曼利夏公司,研设的全自动步枪,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无托步枪,性能极其优良,稳定性高, 有效射程更是高达600米。 高精准度,高射程是其最大特点。 六,LAR,比利时赫斯塔尔公司的得益之作,结构简单易插装,有效射程高达650米,使用7.62兆M子弹,曾是诸多国家的制式装备,不过,仅仅被5.56兆M的小口径步枪所淘汰。 五,LAR,比利时赫斯塔尔公司的高达650米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